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但是在娱乐圈里面 比较惹人注目 会吸引大多数目光的 都是在台前的那几行 除此之外 只有少数出名的编剧 编辑 导演 投资人等等 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对 今天我们要说 其实主持人背后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幕后团队 我们要说的不是主持人 是背后 幕后英雄 一起来看一下 汉密尔顿幕后英雄颁奖的 盛典现场来看一下 对于一部影视作品来说 演员们是剧组经过 精心包装后的产品 在每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中 还包括了数十个公众 上百名的工作人员 小到厂工 大到导演演员 片场的每一个人 都是各司其职 一个都不能上 就拿去年红遍 大江南北的泰炯来说 由于徐峥要同时兼顾 演员和导演的双重身份 所以镜头后的摄像师宋小飞 就负担起了更多的责任 徐峥拍太久的时候 他几乎在前面演 我一个人坐在后面 然后我会跟他商量 这镜头是不是再来一遍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些挺打动我的 我觉得导演是不是可以了 作为一部影视作品的摄像师 他们的职责之一 就是在拍摄初期 和导演拟定拍摄风格 以此来确定 整部影片的拍摄基调 而相比摄像师 后期剪辑师则开心得多 因为他们可以坐在电脑前 把演员们的表演 好好地看个遍 不过你可别以为 剪辑师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假如你坐在电脑前 连坐三天 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同样的素材 为的就是从上百分钟的素材里面 剪辑出两三分钟的影片桥段 您还能如此淡定吗 其实无论是摄像师 剪辑师 以后是天场的每一个工作 他们的付出和演员的相比 都毫不逊色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 总觉得别人都在帮我 你的声音 你的形体 你的武术 武指 然后你的安全 然后你的灯光 摄影 其实我们都是 缺一不可的合作伙伴 娱乐新天地 大家都辛苦啊 上海采访报道